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生活中可以看到 凡是作风正派 一身正气的人 内心清净无染 渗水 自然充足 记忆力和思维能力就比较强 工作学习就容易做出成绩 社会地位比较尊贵 古人说的贵格就是讲的这个道理 相反 心里晦暗闲淫 又经常泄精的人 记忆力和思维能力都会下降 做事情丢三落四 考虑问题不全面 久之身体衰败 向有心生 容貌也跟着猥琐 晦暗 使人看到后心生厌烦 工作和学习很难做出成绩 社会地位比较低下 就是古人所说的贱格 讲的就是下贱卑微的地位 如果一个人沉溺意淫或邪淫 脑子里面乱想的话 很多身体内的精华就消耗掉了 由于心火重就会消耗肾水 他的眼神一定是犹疑不定的 没有定力 神不足 精力就不足 一个人肾经不充足 外在的神器就是不饱满的 非常衰败的 同时心情都是浮躁的 脑子都是混乱的 容易做出各种各样的错误决定 无论你的事业家庭身体都会出现种种非常不好的现象 当今社会社会大众的每个人受网站论坛影响非常大 他们接受的正面信息多 则心神清净光明 身体自然元气充沛 事业成功 家庭幸福趋向吉祥 反之如果打开网站论坛 看到过多的杀盗淫妄色情等信息 则心神肮脏会暗 精神蒙蔽 这叫做心火抗盛 身体萎靡不振 事业也很难成功 家庭波折重重 人一旦出现这种状态 那就是离这灾难就不远了 这点来看网站论坛有着立竿见影的教化大众作用 这点您认同吗 不知道您相信命运吗 古书中讲两眼无神 眼下清淤 眼圈发黑 中医认为 肝开窍于目 肝肾同源 肾气不足 肾水便不能滋养肝目 两眼便无神 眼圈发黑 肾气充足的人 眼睛清澈明亮 意义有神 一般脑子里经常想一些乌七八糟的色情事情的人 眼睛往往很浑浊 两只眼睛像醉酒一样有理而没有定力 这在像术上称为桃花眼 代表好色 一辈子下见命不好 一个人阳气渐渐退去 阴气渐渐增长 身体的毛病慢慢就多了起来 阳气一耗尽 阴气充满 人就死了 所谓阳气就是身心的健康表现 如精力充沛 身体健壮 声音洪亮 内心光明 爱心 清静 真诚 自在 随缘等等 所谓阴气就是身心的各种疾病 身体的五脏六腑的毛病 内心的肮脏的 黑暗的 潮湿的 如贪婪好色 凶恶嫉妒 傲慢 嗔恨 生气烦躁等 都属于阴暗的不好的内容 现在我告诉您一个秘密 宣扬色情 婚外情 小三游离等 嫌疑信息 严重损害事业和寿命 有人或许有疑问 见过不少生意做得不错 各方面都不错的生意人 在这方面的行为相当的不规矩 这又如何解释呢 事实是这样的 如果他去年赚了一百万 如果他行为规规矩矩的话 他就能赚一个亿 这个比喻能看明白吗 折算成寿命也是一个道理啊 事业和寿命的最大客星就是 宣扬和实践不正当性行为 一个人消耗完了自己相应的福报 就没有存在这个世界的必要了 这样的例子不顺美举 高官落马多因淫乱消了福报 有人根据媒体公开统计 在2009年这一年中 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 在这些落马和判刑的高官中 既有国务院部委官员 地方行政首长 也有人大政协公安 法院系统高官 有金融国企高管 甚至还有纪检系统自身的蛀虫 2010年大半年过去不完全统计 落马部级高官有江西省政协副主席 省委统占部部长宋承光 涉嫌严重违纪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家蒙涉嫌严重违纪 于4月份被查处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党组成员张敬礼被双规了 其他厅处级官员如文强等落马 会被判刑 贫贱报端 在这些落马和判刑的高官中 有不少高官流连于声色犬马 包养情人二奶甚至嫖娼 侠妓 在有情妇的人中 黄瑶一人有13名情妇 米凤君嫖妓于百 新华社曾经报道 被查处的贪官污里中95%都有情妇 腐败案件60%以上与情妇有关 某市反贪局一位领导表示 在侦破贪污案件中找到了情人 一般就能够找到犯罪嫌疑人的确凿证据 陕西省原政协副主席 庞嘉玉就是被他的11人情妇告状团给扳倒的 有关专家指出 高官多陷于桃色门的漩涡之中 因此将官员私生活纳入反腐败斗争体系 是必要之举 能当道不及高官 自然是祖上有德 光宗耀祖 但偏道或赢罪速 贪官贪财贪色往往是连带的 色字头上一把刀 你有多大的福报 嫁得住宵呢 看那些不贪色的官 往往一生仕途顺打 贪了色的 就是其他方面做的再出色 也往往躲不过身败明灭的结局 偶然有平安着陆的 看他晚年的身体子孙的出息一目了然 色是人生最大的官 过得去就是家庭美满 身体健康事业顺利 子孙孝贤 过不去就是灾祸破败疾病 可能意外事件的曝光 是由于一些偶然的事件 比如修电脑 离奇的车祸 被某人出卖等等 其实不然 看那些被情妇和妓女 耗光了福气的贪官们 而养二奶的贪官们 得善中的比例有多少呢 他们的福气消耗的非常厉害 这些都是自己的福报 被急剧消耗而出现的偶然中的必然 另外加一句 看黄片上色情网站就是邪淫 同样会大折损人的福报 比如得不如意郡署 常被骗 穷苦不如意 没孕等等 一个人福报消尽 生命也就完了 世上有三件事最损福报 一是不消父母 二是杀生 三就是邪淫 反之一个人 若是广基因德 就如意经云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这的余庆 可不但指自己一身 而是指慧及后世子孙 因此司马光在家训中 曾经说道 积金以以子孙 子孙未必能守 积书以以子孙 子孙未必能赌 不如基因德于命运之中 以为子孙长久之计 在历史上 一人行善积德 慧及子孙的例子 比比皆是 以孔子范仲淹为例 他们的子孙后代 经历了多少 朝代更替 仍受到人们的尊敬 为什么一般人 大都富不过三代 而范仲淹和孔子的家族 竟能兴盛了八百年 而不衰呢 因为一般人 大都不懂得行善 而无时无刻 不再造恶念恶业 所以容易出败家子 一旦出了败家子 你再多财富也完了 可是范仲淹不同 他记得因德太多了 各位网络论坛管理员 也可以多了解 范仲淹和孔子等人的事迹 最后我想说 因为自己的行为 引发别人邪淹的 反作用力十分可怕 奉劝网站管理者 万不可宣扬助长 邪淹杀利的文章 否则非但害惨了许多人 更是害惨了自己 和子子孙孙 应该尽早 利用手中权力 利益人民 倡导道道德兴风 自然能够去及弟兄 转获为辅 真诚告解 希望所有曾经 宣扬色情 犯过邪淹 现在想彻底接触邪淹的人 为了你的事业和家庭 包括后代的和谐健康 真诚希望做到以下几点 一 要强烈的后悔 自己曾经宣扬和做过的一切 形式的不正当的性行为 要发愿 尽自己最大的可能 杜绝宣传色情信息 逐渐的减少 直到完全禁止 一切形式的不正当性行为 不管是身体上 语言上 还是意识里 二 男人永远要正直 坚决杜绝 一饮手饮 包钱人等一切形式的邪淹 三 漂亮的女人未必好命 好命的女人 一定是有威严相 学会自爱自重 日久 必有威严相出 不要做别人的小三 不要把自己的幸福 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 道德问题天下最大 你不顾道德 生活和婚姻 就在你生命中 给你很稳的教训 四 如果有可能 找到曾经被自己伤害过的人 当面道歉忏悔 或者找一个 你信得过的 某位德高望重的人 在他面前忏悔 如果这些做不到 那就在心里 对被你伤害过人 真诚的道歉 忏悔并祈求 他的原谅 五 既你最大可能 向别人介绍 推广 宣扬和实践 不正当性行为 可能带来的危害 如果网络管理员 努力传播 让大家都能够 正确对待性问题的资讯 发表劝导人们 正确对待性问题的文章 让无数人 因此远离邪淫 每一个因此受益的人 都拜你所赐 在网络上 Q群上 等地方 转发弘扬 远离邪淫的文章 在帮助无数人的同时 也可以为自己 积累因德 现如今的社会 只最金迷 物欲横流 人心不古 商品 经济时代 各种传播媒体 大量存在着 黄色病毒的污染 其传染之广 害人之身 着实令人触目惊心 其实有很多黄色毒物 还大胆披着 艺术的华美外衣 喊着响亮的口号 风风光光的招摇过世 真是 为谋私欲 不择手段 一些名流导演 大牌影星 往往为艺术现身 而春光外泄 因此惹来 趋于时尚的一族 为之狂热 心醉神秘 严重者 以致行为出轨 年纪上轻 就自毁前途 步入黑暗 走向堕落 面对美色当前 成年人尚且难以把握 何况是未成年的男男女女呢 身为公众人物 应该以公益事业 为一生使命 要只举手投足 对社会都有很大的影响 不应为谋一己之利欲 而不顾对别人的精神污染 起不到健康的社会导向 时至今日 种种风气令人堪忧 如不再严于利己 抛弃功德 不顾道德观念 一意奉献自身后果 必然导致第二次 精神鸦片的泛滥 不堪想象 而自己一失足 所造恶果 更不堪设想 可探青年学子 正是成长之时 如以此等名流们 作为人生的学习榜样 后果该是如何呢 望各位家长老师 多多关心 年轻一代的健康成长 给予良好的引导 也望各位公众人士 珍惜自己所修的福德因缘 为社会起到良好的导向 必然令人异己 善莫大焉 亲爱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